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上面几集给大家讲了在黄埔军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这个历史事件 那么接着回来讲彭杰如 彭杰如和蒋武堂其他的学生一起平定了商团叛乱 在这之后呢,蒋武堂的学员就被要求到1924年5月才开办的黄埔军校受训 这得到了当时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的同意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就派了教官王骏到广州 将蒋武堂第一队和第二队的学员146人接往黄埔 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的学员 彭杰如由此也进入到黄埔军校学习 成为了黄埔一期 从黄埔一期结业之后 彭杰如呢,也和他的同窗门一起 参加了两次东征和随后的南征 这样呢,就把广东境内 不服从广东革命政府的陈纽明、邓满因 这些军阀势力彻底的揭灭 广东革命根据地就形成了统一的格局 那么广东革命政府就决定整编部队 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第七军 一共是七个军 准备北伐 1126年3月呢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在广东惠阳成立 军长是成前 第六军下辖第十七、十八、十九、三个师 实习师下辖四十九、五十和五十一团 彭杰儒呢,就被派往实习师四十九团一营任排长 7月9日,彭杰儒参加了第六军在惠阳举行的北伐实施大会 7月15日,第六军正式出发北伐 在战斗中,彭杰儒表现出色 被提升为四十九团一营三连连长 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呢 彭杰儒的人生命运就和成前密切的联系在了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 我这里呢,就给大家仔细的讲一讲 成前和蒋儒师之间的恩恩怨怨 因为这两个人的恩怨 影响到了很多黄埔生的人生命运 成前呢,自宋云 1882年出生,湖南省李宁连 九岁入私塾发蒙 十六岁考证秀才 其后呢,到省城长沙 就读于城南书院和岳路书院 1903年,他弃文习武 以名列第一的优秀成绩考入了湖南武卫学堂 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1904年11月,成前前往日本留学 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 当时呢,国内革命形势迅动发展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国内的革命党人遥相呼应 成前也融入了这股革命的洪流 赴日仅两个月,他就开始从事革命斗争 其后呢,又惊人介绍 加入了同盟会 聆听孙中山的教诲 成前呢,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 信奉三民主义 1908年底,成前毕业回国 前往四川担任了陆军第33混成协的参谋 利用这个有利条件 他当时一面协助训练新军 一面秘密的从事革命活动 戚爱革命爆发之后 他赶往武昌 协助黄兴进行了保卫武汉的战斗 其后呢,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护国战争和护法斗争 那么成前在国民党中地位的迅速提高 主要是由于护法斗争 关于成前在护法斗争中的作用 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有了详细的技术 这里呢,我就不再重复了 也正是在护法斗争期间 成前开始了和蒋介石的交往和共识 1922年,陈九明叛变 蒋介石有幸应孙中山的急诏前往旧驾 这个时候呢,成前也陪伴在孙中山的身边 所以说那个时候 蒋介石和成前两个人 都是被孙中山所器重的军事将才 当然成前早在蒋介石之前 就和孙中山有了交往 他的资历远非当时蒋介石可比 但是由于蒋介石不久之后 从孙中山那里获得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这个职位 利用这个职位呢 蒋介石他就建立并且掌控了党军 所以当孙中山1925年逝世之后 蒋介石的地位迅速上升 逐渐取得了国民党内各派系中 无人与之抗衡的地位 那么1925年7月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所属的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打响二次东征的作战 那么蒋介石由于一次东征 以及平静洋流叛乱中 杰出的表现 就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被正式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 下面统帅三个纵队 他的军事权力也抖然大增 而成前呢 作为第三纵队的纵队长 下辖公厄军 御军 干军 约六千人 构成了东征军的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成前的军事上 就开始和蒋介石 形成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1126年1月 成前所部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成前任军长 新组建的第六军 是以恶军为主 外加其他一些部队 那么就编成了我们之前所说的 十七十八十九三个师 以及两个炮兵营 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革命军就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 在军中设置了党代表 并且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著名的共产党人林伯菊 就担任了第六军党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 东征胜利之后 梁果实现了统一 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 那么北伐呢 就被提上了议事的日常 1926年6月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正式决定出示北伐 并且任命了蒋介石 作为北伐军的总司令 统帅北伐各军 7月9日 北伐军在广州逝施 北伐战争全面展开 按照北伐军所制定的 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北伐的第一阶段 主要战场是湖南湖北 打击的对象呢 是吴佩孚的势力 那么城前的第六军 并不是两湖作战的主力 而是作为预备队 随着主攻部队行动 战场的重心 移到江西之后 蒋介石命令 收复江西的计划 决定兵分三路 分向干西 干西北 干南进军 其中呢 干西北一路 就是由城前的第六军的 十七十九两个师 以及第一军的第一师组成 由城前任总指挥 9月1日 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命令 5日 城前率领地六军 由湖北衔宁 进入到江西境内 接着呢 就接连攻克了修水 铜骨 高安 树作城池 并在19日 攻克了南昌城 南昌的攻克 就引起了北伐军对手的 极大恐慌 孙春坊立刻就部署了重兵 自南北两面 向南昌实施反攻 结果呢 由于援军不力 城前所部 虽然经过拼死血战 南昌仍然失守 关于这件事情呢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那就是按照进攻计划 攻占南昌城 本来是应该由第二第三军 和第六军的一个师 配合完成 结果呢 城前作为第六军军长 下令第六军 提前单独攻打南昌城 虽然顺利地攻下南昌 抢了投攻 但这也引起了 蒋介石的不满 他下令第二军和第三军 安兵不动 这就给了孙川芳 看到城前 孤军深入 进行反扑的机会 也就给城前的第六军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城前的第六军 在南昌大败之后 补充了兵员 加强了政治工作 战斗力得以重新恢复 不久呢 北伐军分三路 重新向南昌 发起了猛攻 城前受命 担任中路指挥官 率领第六军 进攻对于整个战役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乐化车站和图家赋 由于三路部队密切配合 南昌城在10月8日被攻下 江西的战事 至此胜利结束 那么江西 既然已经肃清 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长江下游的 金护杭地区了 为了夺取南京 上海 荡平东南 蒋介石在1927年1月初 在南昌 主持召开了军务善后会议 研讨了肃清长江下游 敌人的作战方略 会后呢 按照既定方案 城前率领由第六军 第二军 军长吴地平 独立第二师 师长贺耀祖 所组成的江右军 沿着长江的南岸前进 不出半个月 就前进到了南京的郊外 并且乘胜向南京城发起攻击 23日 第六军的十九师 自中华门 率先冲入了南京城 当天晚上呢 江右军其他各部 也都进入到南京城内 那么之后呢 就发生了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不过我们今天呢 对于1927年的南京事件 讲的并不多 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 所牵扯的各方势力 各着一词 要想真正客观公正的认识这个事件 就要通过仔细的分析 并且还要追本溯源 但不可否认 南京事件 对于后来中国的进程 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 详细的讲一讲 1927年的这次南京事件 1927年南京事件 它的经过并不复杂 当城前指挥的江有军 攻进南京的时候 直入联军 战败之后退入城内 大肆截略 然后呢 败军就竞向渡江 逃往扑口 由于渡江的工具不足 没有能够渡江的溃兵 又在当晚折回城内抢劫 不过呢 在外侨的眼中 这种抢劫并不严重 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骚扰 3月24日凌晨 江有军各部 开始陆续入城 到了早上70左右 江有军所属的各部主力 没有经过激烈的巷战 就顺利地占领了 南京全城及下官 但此后不久 城内突然发生了 大规模的排外抢劫 从上午8时 延续到了下午5时 各处外国领事署 乔民的住宅 以及外国教堂 商店和学校 都遭到了抢劫 在北伐军 攻城之前 鉴于南京的一手不可避免 为了防止排外骚乱的发生 英美军舰和领事署之间 已经建立了信号联络 3月24日下午3022分 躲避在美副游航 山上的美国领事 向英美军舰就发出了 开火的信号 但他们很快就取消了这个信号 因为领事希望不采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度过这场灾难 另外呢 他们也不确定海军开炮 会给散居在南京各地的外桥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仅仅在十多分钟之后 他们发现形势已经变得令人绝望 所以他们再次发出了信号 那么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 瑞宝石号和美国军舰 诺亚号 普雷斯顿号 就开始向南京城内开炮 炮火断续进行了70分钟 一共发射了炮弹200多发 面对外国军舰的炮击 北伐军在刚开始予以还击 那么后来呢 说是为了消除双方的误会 免伤无辜 所以就派了世界红十字会 江宁峰会的会长等人到江岸边 向外国军舰挥动旗语 要求停止炮击 于是呢 英美军舰就停止发炮 这个时候呢 已经将近下午五十 那么对于外国人来看 南京事件是北伐开始以来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排外事件 也是义和团之后 最严重的排外事件 那么在中国人看来 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 虽然释出有因 但是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外舰的炮击 造成了中国军民大量的伤亡 这自然就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强烈愤慨 国民政府和外国列强的关系 自然紧张起来 对于这次南京事件 它发生的经过 并没有太多的疑问 因为这是历史事实 真正有着很大争议的 是关于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 以及各方应该担负的责任 中外双方关于谁是南京事件的肇事者 说法不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各方的表述 那么国民政府这边 北伐军第六军政治部秘书李时章 他坚持认为 这个事件的发生 是由北方军人所为 他说 城内的地痞勾结敌人余孽 战乱打架劫舍 全城惶恐 殃及外人 那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第四师的师长张辉赞 他也说 我是进攻南京时 缘分二路 一个占据摇化门 向镇江警戒 一步驱紫金山 劫机溃敌 各军部队经城内来下关会合者 因为要追击残敌 所以防范有所疏忽 结果导致俘虏流氓和反动分子 趁机作乱 造成城内的秩序混乱 外人的生命财产 也因此遭受到了损失 英国兵舰不先警告 直接炮击 根据我所知道的 我方死五六人 伤十余人 焚毁了房屋数十处 尤其是以省力农项损失最大 后来经过红十字会 派人登建劝阻 说双方有误会 这才停止射击 民众的处境 这才渐渐安全 当天晚上 程总指挥指的是城前 查获数人 当即枪决 第二天呢 也将陆地上的外国人 一律护送上船 并且派兵保护下关一带的洋行 那么在这次事件中 负责交涉工作的林志明 他也说 3月23日 火军先前部队和下关一带的敌人作战 其中反革命分子意图牵动外交 以为抵制 所以趁机率领暴徒 袭击外国人 等到敌军败退 溃兵入城 和暴徒 铿枪一气 他们事前已经取得了被俘虏的革命军的军装 冒充革命军 四处骚扰 抢劫了领事馆和各侨商 并且伤害各国人士 成军长在24日下午进城 抓获多人 就地处决 这才平定了骚乱 可就在城内的暴乱 刚刚平定的时候 停泊在江中的美国兵舰 突发巨炮 英国军舰随后效仿 先后供发50多炮 都是向城内射击 伤害生命财产颇重 人心大为震动 后来经过世界红十字会的队员冒险登舰 要求停炮 并且许诺护送各外侨上舰 由城军长发信负责办理 这才停止了炮击 那么林世民认为 这场事件是反革命派 试图牵扯外国人 来达到扰乱治安的目的 所以导致伤害了各国侨民 所以非常不幸 但是各国军舰在事前并无通知 突然发炮 也给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英美日等国政府 他们认为对外侨的暴行 是北伐军的士兵所为 英国首相张伯伦 曾经向英国的下议院 描述了南京事件中具体的情形 他强调 南京城中所发生的鲁掠 是深有制服的兵士所为 这个事实 由英总领事 美国领事 还有南京城中 两国的侨民 立誓为证 他们描述 说劫略的盗匪 结为小队 有警笛指挥之 当英美军舰开炮的时候 军号一响 这些小队为之解散 北伐军进城之后 在英国副领事的房屋内 有兵士30多人住宿 在他们入住的时候 将革命军旗高高挂起 当时在英国领事馆的外国妇女多人 包括英国总领事的夫人 都被搜身检查 很多贵重物品都被抢走 衣服也被扯破 有美国妇女两人 几乎遭到了强暴 那么这些描述呢 都有人立誓为证 因此张伯伦做出了结论 他认为这次 对于外国人的袭击 是有组织的 并且是以英国总领事馆 作为目标 那么张伯伦呢 也描述了美国方面 所提供的情报 说国民革命军 在杀害了一个美国教室之后 就有当地的警察 警告美国领事 说如果不立时藏密 那么领事人员将全数被害 得到这个警告之后 没领事的人员 就在炮火之中 越野逃到了美副游航 山上的房屋里 不过呢 当这些美国人 坚守这个房屋 两个小时之后 还是被革命军攻破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向江面上的军舰 发出信号 要求炮击支援 革命军在攻破房屋之后 对房屋中的人 进行了劫掠 然后就退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 由于英美军舰 开始用炮弹 向房屋周围进行炮击 革命军这才退去 遭到枪击的美国领事 他作证说 当时国民革命军 已经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对他开枪 是想故意加害 另外在张伯伦的报告中 也谈到了日本人汇报的情况 日本人说 3月24日 有国民革命军兵士 约150人 占据了日本领事署 四个半小时之久 说这些人身着制服 手持枪械 一进入领署 就开始动手劫掠 一部分兵士 向鼠员的办公室 以及宿舍发挡袭击 他们不断对日鼠人员 进行恐吓 为的是劫掠贵重物品 日本人所设的学校 旅馆和私家医院两处 都遭到抢劫一空 劫掠之后 这些兵士返回兵营 在日本人汇报的情况中 还特别提到 这些革命军兵士 曾经想要炮击领事署馆 当时幸亏有国民革命军 第二军 第六师的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萧敬光 出来干涉 后来第六师师长 和卫兵等人 也赶到领署进行保护 这才制止了炮击的企图 关于这个情况呢 在日本驻南京领事 森刚正廷的描述中 则更为具体 他说当时 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们 曾经从汽车库里 取出汽油 说是要放火烧管 幸亏国民革命军 第二军的党代表 兼第二军 第六师政治部主任 萧敬光 到达现场 当然萧敬光是这么说的 他说国民革命军的方针 是要保护 在华的各国侨民 特别是对日本人 持有善意 对于这些不听从命令 丧失理智的军人 做出此等恶事 他深表遗憾 并且表示 今后一定严厉禁止 此类事件的发生 日方如有任何不变 可以向国民革命军 提出要求 萧敬光 在向使馆人员 表示深切慰问的同时 第六师的师长 戴岳也来到了现场 在门口 张贴了他们两个人 共同署名的保护告示 这才使得 日本领署 得到了安全保障 总体来说 外国驻南京的外交官 他们原以为 他们和侨民的麻烦 会来自于撤退的北军 以及城内的平民抢劫者 他们在得知 国民革命军 占有南京之后 期待着社会秩序 能够得以恢复 他们绝没有想到 攻击会来自于 国民革命军的士兵 英国军舰 绿宝石号的舰长 修英格兰 报告说 在城市的其他地方 也一样能够听到 反对外国人的叫喊声 首先是弄到 外国人所有的钱 或者是值钱的东西 其次呢 是剥去他们的衣服 然后企图杀害他们 他说 北华军士兵 对外国侨民 所实施的暴行 已对他们公司财产 进行的抢劫和毁坏 比他最初所认识到的 还要厉害得多 并且他认定 国民革命军武装部队 针对所有外国人的进攻 是按照明确的计划 来执行的 他说 大量证据表明 南京暴行 是由穿军装的 国民革命军的 武装士兵所为 而且这些行为 肯定是事前策划好的 这就造成了 事后 英美的外交官 和海军将领 都认为暴行 无疑是由 广州军事当局 蓄意安排 而由穿军服的武装士兵 通过有计划的调动 来执行的 并且公然预谋 要侮辱所有的外国国旗 驱逐所有的外国侨民 日本领事 曾刚正平 也证明了 北伐军的士兵 有着强烈的 仇视外人的心态 他曾经指出 这些广东兵 对于一般外国人的排斥 自不必说 而也对外国领事馆 或者是军舰 怀有侮辱之意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一名目不时钉的士兵 在日本领事馆 劫劣的时候高喊 中苏一家 日英是帝国主义 赶走日本人 他们的财产 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了 而且这些士兵扬言 多年以来 日英在上海 欺压中国人 曾刚正平说 根据情报显示 在北伐军中 充斥着这种 肆无忌惮的 国际排外思想 而这种思想呢 就导致了 南京事件的爆发